那挺好的挺好 没想到你一下考这么高 你这个成绩以后可以移民了 已经移民了 一定移民了 对 anyway 这个以后可以吹嘘一下 我有雅思4个8的水平 Hello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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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怎么找到我的呀 当时就是从网上 从那个谷歌地图里搜 那个当然想要考雅思嘛 然后就是找了一个雅思机构 类似于这个 然后结果发现 还算了吧 雅思的口语感觉还是太难了 所以就是 对 挺好的 你的目标是要几方 我就要64 雅思是6.5 然后CE64就行 你的目标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上大学 上大学 你现在在这里 我还没读 主要我是PR 我就是目前在这住 然后准备把英语准备完 再入学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想考这个是来入学是吧 对 你来的时候是在国内大学读了吗 没有就高中 读完大学了 大学毕业了 工作了三个月了 然后感觉工作太差了 就想在这读一眼 OK 那挺好的 挺好 没想到你一下考这么高 你这个成绩以后可以移民了 已经移民了 一定移民了 对 anyway 这个以后可以吹嘘一下 我有雅思4个8的水平 真的 其实 对 然后你就是你的目标 就是64 但没想到就居然巴炸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对 你是上了威廉的课 还有小老虎的课 对吧 对 对 然后你之前有接触过雅思吗 有考过吗 雅思之前没考过 但是自己学了有半年左右 估计 可能就是差口语的小分 别的关系应可以达到 就点我的对 OK 所以你觉得雅思和PT 你个人感觉最大区别是什么 因为这次给你个这么大的surprise 就是PT 表性太强了 就是你要只要你刷题多刷点 然后绝对能拿高分 我感觉 我当时学的挺猛 学挺猛的 就你反正你就没事做天 再刷题是吧 对 但是我是全职备考 每天后来每天都学10个小时以上 就是10个小时 天哪 没有 就是这 这就是关键 所以刷到了每项都是80分以上 对 尤其是那个阅读 就是前发一共有10道码 就是下拉和拖拽 一共是都是5中2 两个 然后弄的恰巧都是难题 然后简单的 那我一直接选一选对了 几乎就是对的挺多的 你阅读刷了多少题 全刷完了 全部 对全刷完了 而且刷了两遍应该是 你说你全部有多少题 就是下拉一共有五六百吧 然后拖拽有四百多 就是刷的萤火虫 然后我刷的两遍 全部都刷完了 挺好的 挺好的 然后你去上威廉的课 然后最后小老虎放一对一是吧 对 对对对 觉得你上课也 我看你也挺好的 跟威廉也积极互动发言 小老虎在家后面的主持 对 然后你那个 我看你这个口语和写作也挺高的 你这方面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吗 口语我感觉就是 我也没想到能这么高 我感觉也就70分左右 就差不多了 就可能就是那个 RL RS我中的可能 也是中了三四道 RS对吧 对 然后可能 前面几道简单的几乎百分之百说出来吧 后面男的就出一半了 就是正常发挥吧 OK 写作呢 你写作是考最高的 86分 写作我做过 那题我写过无数遍了 OK 这是大作文 挺好的 所以你给这些 你给这些就是要考 65分以上学生 因为你只要考64 就是你意思就是说 每天要沉浸出去刷题 是吧 对对 就是尽量多刷题 就绝对会拿高门了 我感觉 就是如果进入工作 我不中这么多 我估计也能拿个七几万 还是运气稍微好一点 用得多一点 拿个80多 挺好 挺好 对我看你 我一听拿这个成绩挺开心的 好的好的 那那就先这样了 谢谢你的分享 好 有机会我们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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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